大家好,又到了杀青的时间了 感谢各位小伙伴的支持和陪伴 让《沙雕小道士》这部动画充满了更多的欢乐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饰演角色的朋友们发表一下自己的参演感受 以下排列不分先后顺序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殷老二 在本部剧中我饰演殷玉顶 之前想让道长给我加点感情戏 结果这道长直接夸了好几步 把我从一个单身狗直接变成了一个有孩子的人 非常感谢道长,让我感受了一下当爸爸的感觉 然后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多多支持《沙雕小道士》 咱们一起来说学属于我们自己的故事 再见 大家好,我是金亚飞毛 在《沙雕小道士》这部剧里我出演的角色是《御人》 我还是挺喜欢这个角色的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没什么想说的 就给大家拜个早年吧 最后祝道长的视频越做越好 也祝大家每天过得开飞心心快快乐乐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贾如歌功比划四天 在《沙雕小道士》这部剧中饰演的是老三 觉得应该很多老粉应该是都认识我的 我在前两部剧中也有出镇也有客串 我对道长的感觉是什么呢 反正剧是剧情做的是越来越好 而且我们所有的粉丝呢 大家也都非常的热情 非常的支持道长 在以后未来的剧情中呢 我希望道长越做越好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粉丝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不登 很荣幸再次参演道长的作品 在这里也是非常感谢道长 道长的作品给我的感觉 真的是百看不厌 同时也非常期待《沙雕小道士》第二集的更新 然后我们的观众也很感谢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樊俊良 在《沙雕小道士》这部剧中参演的是樊俞良 道士这个角色 在这里我想对大家说的是 祝大家工作顺利 学习进步 感兴趣的道友可以在下一季来找我算卦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游戏狂魔粉 在《沙雕小道士》这部剧中 我扮演的角色是朱峰鸥 在这里我想对大家说 努力向自己的目标前进 一定会实现的 在这里也祝沙雕动画一直做下去 大家好 我是西瓜老妈 我在《沙雕小道士》这部剧里扮演的是西瓜和尚 我在这里借此对大家说 关注《沙雕小道士》快乐每一天 感谢道长让我客串了一下 这个江海生 反正跟道有缘吧 最近也一直在龙虎山那去拜访一些先生民地 跟道有缘的话 希望大家也能够去支持我们的道长 在《沙雕小道士》这部剧里扮演的是张大胆 我想对大家说 虽然我的角色叫张大胆 但是当初定角色的时候是可以给角色取名的 所以我的角色应该不简单 我加上这次我是第三次饰演角色 分别是《夜游神》和《鬼步商人》 在这我希望道长能早日完成目标 大家好 我是庆宁LQL 在《沙雕小道士》这部剧中参演的是刘玉如 在这里我想对大家说 请大家多多支持道长的后续剧情故事 让大家能看到更有趣的作品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小幸 在道长的新作品《沙雕小道士》里 我饰演的是小柔这个角色 在这里我想对全体的女婿说 一定要远离渣男 把眼睛擦亮 别被渣男给骗了 一距渣男坑万劫不复之地 保护好自己 尤其像小柔男朋友这种渣男 一定要远离 不要被他们给缠上 祝愿道长的视频越做越好 大家都能够喜欢一见三连 也祝愿道长和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天天都能快快乐乐 开开心心 大家好 我是钱夏 在《沙雕小道士》这部剧中 参演的是小夏 在这里 我祝大家天天开心 心想事成 大家好 我是玄冥俊臣太须大力 在《沙雕小道士》这部剧中 参演的是张老板 在这里我想对大家说 小时候总想敞荡世界 快点离开家 长大了才知思念和牵挂 梦中时常回到家 漂泊在外的朋友们 让我们彼此祝福 祝愿大家一世平安 终生幸福 开心的日子总是一闪而过 忧愁的生活却是无比漫长 是因为你们的存在 给我增添快乐许多 谢谢你 亲爱的《沙雕小道士》 和诸位沙雕道友 祝你们越活越年轻 越活越开心 大家好呀 我是柠檬新茶 但《沙雕小道士》这部剧里 饰演的是柠檬 在这里我想对大家说 期待《沙雕小道士》第二集 三学门的秘密究竟会是什么 有三的故事 又会以何种方向发展 做得更新 然后祝道长视频越做越好 感谢各位导友们一路远 支持与鼓励 我是烟草迷蝶香 在剧中饰演张二狗 一个非常沙雕的家伙 祝道长的视频越来越好 粉丝早日突破一百万 大家好 我是庆岩 在《沙雕小道士》这部剧中 参演的角色是女孩 在这里我想对大家说 祝大家一切顺利 天天开心 哈喽各位导友 各位观众来源们 大家好 我是燕 在本期《沙雕小道士》这部剧中 参演的是一个卖气高的小烧饭 这是一个狠角色 本来以为道长给了我一个正经的角色 在我的弯板期待下 道长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我这个角色最后竟然一言不合 就把人给嘎了 不过看着还是觉得挺解气的 因为嘎的也不是一个好人 感谢道长给我参演这个角色的机会 在此也有情提醒大家 遇事不要冲动 别因为遇事的冲动 而最终酿成了无客满回的悲剧 最后希望我们粉丝团的道友们越来越多 道长的视频也越做越好 各位B站的朋友们大家好啊 我是年少不知爱花狂 很荣幸能够在道长的视频中进行参演 在这里我想对大家说的是 首先感谢道长让我参演他的视频 其次道长的视频是非常有正义感的 可以从搞笑的剧情中感受到很多做人的方方面面 剧情虽然幽默 但是却不时严谨 在这里祝道长的视频越做越好 越来越好 也祝所有收看沙雕小道士动画的朋友们 每天开心快乐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浅 在《沙雕小道士》这部剧中 我实言的是房东 非常感谢道长能给粉丝们这种参与的机会 也希望道长越做越好 争取能在暑期之前 完成十二载子大关 最后祝大家心想事长 哈喽大家好 我是建南斯坦森 在《沙雕小道士》这部剧中 饰演的是张建南一角色 5月14日是咱们全天下母亲的一个节日 当然你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可能已经不是5月14号了 那也就是在上班的时间呢 抽一个空 给家里母亲家里人打一个电话 当然能停下手中工作的最好 回家看一看 哪怕帮妈妈烧烧筷子洗洗碗嘛 在这里呢 我祝愿全天下所有母亲 节日快乐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听懂掌声 大家好呀 我是金木西 也就是被偷手机的小女孩 希望大家在生活中啊 可以远离趴手 心不快乐的生活 人生也可以像远远那样多姿多彩 还有不要白嫖呀 要给盗掌三连 三连 大家好 我是马马哈哈 在沙雕小豆豉这部剧中 采演的是鹰大娘 希望下一次还可以继续采演 道长的作品 谢谢大家 大家好 希望大家做好防晒和避暑工作 以这里也祝沙雕小豆豉越做越好 早日突破十万分 大家好 我是日月同辉 我在沙雕小豆豉这部剧中呢 参演的是小宝宝 就是那个有哭有笑的 我很满意道长给安排的这个角色 希望大家呢 继续支持了长 共同创造我们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一抹烟之类 我在沙雕小豆豉这部剧中 饰演的是刘远 希望在下一部剧中 能有个好看的角色吧 希望是个女性角色 然后呢 希望小豆豉的视频 做得越来越好 拜拜 大家好 我是汪汪小叔 在沙雕小豆豉这部剧中呢 参演的是一条年龄 我想对大家说的是 祝大家从今以后 什么事情都会越来越顺利 人生呢 也会越来越好的 再祝道长的粉丝越来越多 加入咱们道士团的小伙伴 也会越来越多的 最后祝大家 常乐平安 大家好 我是玄之翁 在沙雕小豆豉这部剧中 参演的是金棒 小豆豉 道心永固 正气长存 也祝愿所有收看 沙雕小豆豉动画的朋友们 五蕴昌龙 开心快乐 大家好 我是赵宇 在沙雕小豆豉这部剧中 参演的是建男的妈妈 在这里 我希望道长以后 会有越来越多 更精彩的作品 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支持道长 谢谢大家 哈喽哈喽 大家好 我是平纪宇 在沙雕小豆豉这部剧中 我参演的是保姆 在这里想对大家说 快乐长相伴 健康永相随 希望各位道友都平平安安 身体健康 万事顺益 也希望道长的视频越做越好 收获更多的粉丝 同时呢 也希望自己能够陪道长 一直走下去 见证道长的辉煌时刻 大家好 我是藤原葵跨师 在沙雕小道士这部剧中 参演的是藤太太 虽然我现实中不是个妇婆 但是能在剧里成为妇婆 就已经很开心了 然后呢 我希望大家赚很多很多的钱 如果下次可以的话 请让我演一个跨幅座的小跨师吧 最好带一只小黑猫 谢谢 大家好 我在这部剧中客串的是一个单身汉 在这里祝小道士越做越好 真的之前 每一期小道士的视频 我都非常及时的会观看 几乎每一个视频都会三连 希望小道士以后还能保持这样的更新速度 希望大家也对小道士多多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道友支持我们道长视频 能参加这次演出是我的荣幸 我在这部剧参演的是一小狗 我非常喜欢 感谢道长给我这个机会 我以后还要客串小狗 太可爱了 还有很多道友工作比较忙 没有来得及给我们录制反常语音 所以非常遗憾 大家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不过没关系 相信他们在作品中的印象 已经深深地刻在大家的记忆中了 目前沙雕小道士第一季已经结束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 期待我们后面的剧情 感谢观看